朱军一个让中国亿万观众熟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每年春晚我们都在他的陪伴下跨过新年的钟声 他主持的艺术人生一直被当作电视行业的一座标杆 电视影评从业二十载 朱军携新作影评物语做客全景对话 讲述万众瞩目的辉煌背后 那些显为人知的感慨 和故事 欢迎初心大哥 你好 大家好 这些曲子 我相信初心大哥听的次数太多了 艺术人生十三年 您也听了十三年 会不会有一种条件反射 只要这歌一响您就想上场 我现在不光听到这首曲子想上场 我现在只要看到一个圆的东西对着我 我就想乐 因为镜头都是圆的 有时候他们开玩笑拿一杯子对着我 诶 朱军 然后我马上就乐 前不久 朱军新作迎评物语问世 新书发布会上不仅朱军的恩师范增大师亲民现场 很多中央电视台好友也前来助阵 强力推荐这是我们游水流的鼻子 平常我们习惯看到的都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名品上非常有多 代表央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朱军的同爱理念 美容教对于睡城 希望还能看得过去的 一夫一母的亲哥哥 虽然是一夫一母 但是我现在应该听到有人这么说 说朱军太厉害 说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太厉害了 你刚才把妹整的不仅整到中央电视台里面还整红了 李瑞英 静一丹 董青 纷纷上台为好友朱军的新书发表感言 为发布会现场增添了别样的光彩 我希望把我二十多年的总业经验 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 希望能给热爱这个行当的后来者 哪怕一丁点提示 那我们也找到了几点 在我们看来特别触动我们内心的音频物语 或许也是朱军老师自己的物语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我们找到的第一段物语吧 文艺节目的主持人最好是性情中人 能极为敏感地捕捉现场的情感波动 从而更好地强化情感传播在节目中的执行 我觉得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感受 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粹的性情中人 特别是您在主持艺术人生的时候 创始于2000年的艺术人生 是中国谈话节目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然而近年来 这个曾经的王牌节目 却似乎成了煽情的代名词 引发了各种质疑 在艺术人生十周年特别节目中 节目组和朱军本人也对煽情做出了回应 为什么大家看你的节目 老是发现你在节目里哭 我在节目里干什么 哭 我在节目里哭 这个很简单 因为咱们每天都在笑 偶尔有人哭你就会记住 笑一百遍你都记不住 哭一遍你会永远记住 为什么嘉宾也在哭 因为他们看见我就哭 为什么观众也在哭 他们看见嘉宾和我搁一块 他们就哭了 为什么有时候台长还哭 台长一看你不哭 光你哭我不哭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哭了 不是 台长说这么多人哭 收拾力还上不去 他就哭了 如果你老是以一个 所谓很理性的这样一种状态 去审视的话 可能没有人愿意跟你交心 特别是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 确确实实地留下了很多 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吧 因为有一些艺术家 他们可能把人生的最后一次 留在了艺术人生的舞台上 比如说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我记得那天来 这个化完妆之后 他换了一件这个红色的上衣 我说长妈妈 您这件衣服太漂亮了 而且我是用河南话说的 我说那这件衣服 那这件割子 太漂亮了 最后 这个 常先生说 那是 孩子 你找我来 能啥来了 说孩子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来 我说你能啥来了 我是来 邪母来 他说他是来 艺术人生 邪母的 四个多小时录像结束之后 当从舞台上走下去 走到演播室门口 的时候 老太太虚脱了 回到郑州 时间不长 就住院了 我跟杨岚还专门去 看了他一次 我就觉得这些艺术家 就像他在节目当中 说到的那四个字一样 戏比天大 我说实在的 我到现在 我回想起 那个录像的场景的时候 我还特别感谢 我曾经 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说 你朱军 何才何德 让这么大的艺术家 应该说是这样伟大的艺术家 来到艺术人生的现场 在你这儿 给予了你 这么公开的信任 包括我记得像傅彪老师 他也是离开我们大概有快十年的时间了 他人生最后一次录像 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人生的访谈 就是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 而且特别幽默 他压那个凳子 就那八凳 下不去 他就在那压 就是我那个八凳 下不去 我来 他 嗯 下去了 他说你看 还是你分量 不是 我好像够呛 下不去 老悬 悬着 我跟你一样 往我牙 坐好 哎呦 看来朱军的凳子不好压 一般人做不了 说到傅彪了 我一直没说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 嗯 就是那次他来 因为来 录完以后时间不长嘛 他就离开我们了 傅彪是一个特别阳光的 内心特别干净的 善良的那么一个人 嗯 在录像前 他叫我 他说 你出来一下 我说干嘛 带烟了吗 我说没带 他你少来 你嫂子给你交代了吧 我说没有 我没交代 嗯 你把兜翻出来 我看 我的确是带着烟的 他知道我抽烟啊 嗯 我说你就甭抽了吧 这你嫂子没在的时候 你赶紧快 台里 整个楼 禁烟 嗯 不允许抽烟 我们俩就躲在卫生间 抽了两口烟 放那以后 他上台录的那 录的那个节目 我 我为什么说心里有个结呢 这事我一直都没敢给这个 副嫂说过 嗯 嗯 而且 我相信我要不说的话 他到现在可能也不知道 他录像前 还问朱军 讨了根烟丑 所以我觉得心里 这个节特别矛盾 有时候就想 他到那个时候了 他有点 有点要求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尽可能地满足他 对 但是大家又都知道 抽烟这事呢 对身体不好 尤其是对一个重病的患者 就特别纠结 但我 我拗不过他 嗯 后来就抽了两口啊 就抽了几口 就掐了我们上台 录的那期节目 我觉得 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 在艺术的道路上呢 我能碰到这么多的 粮食易友 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在我生病的时候呢 我能碰到一个好的医院 能碰到 这些非常好的医生 是他们给了我这个兴趣 嗯 所以我就快乐 您会不会 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些的困惑 比如说 当您特别真诚地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或许您的真诚 会被很多的观众误读 比如说您书中 也很坦然地提到了 那一次和周润发先生 这个夏桂门的事件 嗯 当时我相信您在现场 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一种情感的反应 比如说你们一起选择了 用下跪的方式啊 来来讲到咱们中国 过去的人意理智信 中国的孝道 但是可能这样的一个照片 或者您这样的一种方式 很多的观众并不是特别地理解 甚至有人 有很多的误传 说你看朱军 被周润发给耍了 本来没设计这一段 朱润发诚心的 朱军当时没有办法 不知道该怎么来应对了 你这是好听的 嗯 还有更难听的 有更难听的 其实我觉得 对周润发不公平 对我也不算公平 因为这就是一个 现场的突发事件 嗯 说到孔子 他刚拍完的电影 嗯 就是因为这个电影 所以他才来到艺术人生 对 然后他就说 两千多年前 我们不这么说话 两千多年前 我们没有灯光 我们没有沙发 嗯 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是跪着说话的 说既然今天要说孔子 那咱们就回到两千多年前 咱们就跪着说话 我说实在的 我这个人呢 我就不能跪 我这块骨头好像比别 比别人要高 嗯 就是我跪着那儿 我特别疼 生疼生疼的 那么没办法 发哥 这个提出这样的建议 嗯 那就跪着吧 就跪着 跪着以后他就说 说我看过你的节目 尤其是你说你父亲的那一段 嗯 我特别感动 在这儿呢 我要谢谢你 他一回头 啪 行了一叩手礼 嗯 那是我们这代人的偶像 对 他的上海滩在电视台热播的时候 正是我们追星的时候 啊 那还得了呀 我就赶紧转过来 创业他又磕一头 对 这哥俩就在现场磕上头了 你一个我一个 啊 好 创业上头 在那儿聊 聊了一会儿 我实在跪不住了 我说咱还是坐着聊吧 我说不行 这实在那个什么 后来就坐那儿聊 嗯 结果呢 就不知道怎么就 把这事呢 就给放大了 嗯 放大以后 那一段时间吵得很热闹 对 发哥专门通过他的公司 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我 就是一个说明 嗯 嗯 大家都说 让我尽快地 把那个说明 交给媒体 嗯 贴到网上 我到今天也没有 而且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我没有做过任何的辩解 对 嗯 没有必要 知道的人 他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人 你告诉他 他也依然不知道 嗯 理解你的人 他早都理解你 不理解 你就给他说明白了 他依然 也不理解 或者 不想理解 你又何必呢 那如果说要是 换到现在的朱军 换到现在的您 再面临这样的情况 再采访发哥 他依旧跪下来 给您行礼的话 您还会采取当年方法吗 我依然还会 嗯 嗯 前提是 只要他是真诚的 嗯 他是真诚地邀请我 那样去做 嗯 我依然会 就像刚才 朱军大哥说到的那样 当你真诚地 对待别人的时候 你那份真诚 别人一定能够 感受得到 他一定会给你 那样的一种回应 呃 我记得 我有一次看艺术人生 那期节目挺打动我的 就是 崔永元老师 在您的节目当中 特别真诚地来回应 当时 很多的媒体 对您二人的一种质疑啊 2005年 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 一篇名为 病人崔永元的采访 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门中 崔永元炮功 同台的一位 谈话节目主持人 不仅故作煽情 而且 在后台不尊重老艺术家 报道一出 人们纷纷把崔永元口中的那位主持人 对号入作为 朱军一事件 朱军陷入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之中 2006年 甚至在某论坛出现了 网友联名 要求朱军下课的帖子 特别节目吧 我记得 我们的温暖 对温暖系列的特别节目上 因为之前 有人说过 你们之间的一些 关于嘉宾采访上的一些 纷争和纠葛吧 崔永元特别选择在 在这样一个 很公开的场合 来回应 并致歉 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事都过去好多年了 这是崔永元 有一天接受采访 他说到 我们台有一个主持人 采访老艺术家 下来之后呢 我问他 说你采访的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主持人呢 就说 挺好的 那傻什么 挺配合的 他就觉得这样的主持人 禽兽都不如 于是呢 就 就说了他自己的看法 后来这个言语一出呢 就大家都觉得是我 说因为我驻军采访的是 老艺术家嘛 艺术人生嘛 那时候艺术人生最火的时候 大概是在 04年 05年那个时候吧 最火的时候 哎呀 那段时间 整个这个社会的 各种压力 各种 谩骂 都在我这 我没办法解释 我也不想解释 这事呢 就这么搁下了 搁下 五年以后 特别有意思 要不是那个记者的话 我依然不会说这个事 那个记者 就是那一天 采访崔永元那个记者 写那个文章 那记者 采访完我 到最后告诉我说 朱军你知道 五年前 有一篇文章 我们南方周末登的 叫病人崔永元 你看过吗 我说我看过 因为这个文章 还给我惹了那么多麻烦呢 我就跟他说了这些年 他哎呀 那当时你怎么怎么回事 我完全没当回事 我就说了 说完之后 他说 采访那个崔永元的记者 就是我 我看着就乐了 他说怎么是你啊 他说你是不是特别诧异 我说有点 他说如果再开始 我就告诉你是我的话 你还会接受我的采访吗 我说还会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也没说 那人是朱军呢 这事就是采访过后的 一个插曲就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 他回去以后 他就把这个事呢 就写到这个文章上 写到文章上之后 崔永元看到了 看到 好像当天的 他看到文章 当天的凌晨两点 就在微博上 发了一条之前信 后来在我们特别节目的时候 我特别不好意思 上来就说 我对我五年前 这个说过的一句话 对朱军家人 和你造成的这个 我感到特别 就我们俩跟那个鸡刀米 上的又在那居办天宫 大家都知道 这个几年前 我犯了一个错误 让这个朱军蒙冤 那么我在那个微博上 已经正式向他道歉了 但是我觉得 微博上的那个道歉 和对他的伤害 可能不成比例 所以我特别想借今天 开场的机会 当着大家 大家见证 我正式地向他道歉 对不起 我这个地方很像仲裁是吧 哎呀 我没想到 我的小崔兄上来 就提这一段 说实在的 朱军没有像你说的 那么大的胸怀 但是自始至终 我真的没有怨过你 相反 我特别佩服你 我一直在想 如果这样的话 是朱军听到的 朱军有没有勇气 告诉媒体 答案还没有找到 但是 勇元兄说出来了 我在这儿呢 也要非常真诚地说一句 谢谢你 走出种种质疑与误会 艺术人生继续前行 在朱军的主持生涯中 更多的是让他刻骨铭心的时刻 十几年来 众多艺术家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 留下了他们对艺术和人生的感悟 在朱军看来 这也是自己在银瓶耕耘多年来 最宝贵的收获 艺术人生节目组 给我正好的机会 我像电视机前的混音 和在座的朋友 祝福祝大家 祝福快乐 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把相手说好了 大家能够全体起立 站起来给我鼓掌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当他们提起林待遇的时候 能够勾起我最美好的这种会议 朱军让我看到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大清世界 然后呢 他又向我把这个门关上了 我真的就在想 所以我说我挺有福气的 这么多年 跟这些个艺术家们在一起 面对面的 坐在我这个独特的视角 来倾听他们 畅开心肺啊 说他们的这个艺术人生 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 都值得浓默重 都值得认认真真的 去读每一个字 我今天也讲给咱们全场的观众啊 我们的助力团 包括朱军大哥本人出一道选择题 您看这个题您能不能答对啊 请问 朱军大哥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 第一次流泪 是因为哪位嘉宾 我给三个选项啊 A 冯小刚 B 徐帆 C 葛优 现场有人知道吗 有谁知道 有观众知道吗 那应该是徐帆老师 为什么 因为徐帆老师跟朱军老师一样 就是都特感性 两个感性的人聚在一起了 可能就泪崩了 我估计就是 你认为朱军大哥特别有女人缘 第一次流泪 应该是为一个女性演员流泪 对 要是女演员 看到朱军老师的话 也会敞开自己的心扉 什么事情都掏点 朱军大哥您记得吗 如果让我回答的话 我会选择冯小刚 为什么 因为他那期节目录得比较特殊 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冯小刚的那期节目 中间 前后两次录像 中间相隔了四十天时间吧 头一次来到我们现场录像的时候 他特别累 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他告诉我说 我去喝口水 我说好的 我说来 就像刚才一样 说请我们工作人员 给那个冯岛送瓶水 这时候他站起来就下去了 但是他下去有五六分钟 都没回来 这时候我就跟现场观众一直在聊天 后来我说大家稍等一下 我下去看看 我下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中央电视台 医务室的医生已经到了 小刚导演的躺在那个 几个椅子拼成的一个零食的 那么一个 也不是床啊 就能躺的那么一地方 医生正在给他检查 很不舒服 他实际上那天 可能是心脏突然会有些状况 体力超负荷了 超负荷的运转 后来我回到台上以后 我就跟观众说 我说这期节目我们停了 不录了今天 特别对不起大家 我说因为我觉得 我们宁可失掉一期好节目 我们也坚决 不能让我们这样一个好导演 有任何闪失 我说现场的观众 大家知道就行了 小刚导演身体不舒服 现在正在后边休息 有医生正在为他检查 我是请各位留下 你们的通讯联络方式 小刚导演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我答应大家 一定请大家再回来 我们把这个节目继续录完 小刚导演也真是鸦儿有幸 四十多天以后 好了 我们又找他的时候 他说好 回来录 这期节目也应该是 艺术人生录的 跨度时间最长的一期节目吧 现在小刚导演特别受关注 因为他不仅仅是我们喜爱的 这个贺岁篇导演 他也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 而且自从冯小刚导演 指导了这些春晚 这个备受关注 媒体们都特别特别希望 能够知道 到底小刚导演指导春晚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那您会不会对于他指导的这些春晚 有什么您自己的期待或想法 我相信我跟所有的观众一样 都很期待 冯小刚导演手里出来的这个春晚 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无法想象 而且你真的不好给他定位 说小刚导演会导出一个什么样的春晚 我觉得越是这样 就越让大家期待 真的我跟大家一样 我也特别期待 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物语 来 好 身为这么多届的央视春晚主持人 我想说 有一些事情我们无法改变 但我们一定要去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怎样抓住少量的空间进行自己的创作 才是主持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春晚上去进行这种创作 其实难度特别的大 春晚是没有时差的直播对吧 对 零秒直播 您在春晚上有过什么样现场的创作吗 那我觉得我从第一句话开始 都是在创作 虽然这个词是别人写好的 但是要经过你自己的耳朵创作 而且这些年春晚的都是我第一个这样嘴说话 你的调门起多高 就等于说你是一个定调的 你是个调性器你知道吗 你得定调 这个调起多高 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激情去说话 这个都需要你自己去消化 自己去创作 在春晚的舞台上 主持人不仅要让自己做到最好 每个人之间的默契更加重要 语言的衔接 眼神的交流 一次次的排练 只为了在春晚直播的零点时刻 能够做到株连闭合 每年春晚零点暴时前后 都是一个事故多发时段 而2007年春晚的零点暴时 几位主持人配合出现了问题 尽管每一个主持人都努力去弥补 却接连发生抢词等情况 这一段被广大观众称为春晚黑色三分钟 要祝现场的还有电视界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今年啊 生下宝宝的八八十五分之间 零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 新春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来 亲爱的朋友们 还有15秒 让我们一起预备 十五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其实那一次那个所谓黑色三分钟 就是因为大家都想担责任 对 所以才有了那样一次失误 一个挺大的教训 自从央视春晚经历过 2007年那个黑色三分钟之后 以后每一年春晚才倒计时 掐时长的这个重任 就落在了朱军老师的身上 这个一方面当然是领导 对您一种巨大的信任 但我觉得对于您来说 无形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吧 我问一下咱们现场观众 和咱们几位助力团的朋友 2013年春节来华晚会 零点钟声敲响之前 你们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又出问题了吗 没看出什么事来吗 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有问题这不就出大事了吗 你要看出问题来就真出大事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分多钟 一分二十八秒吧 今年在零点报时的时候 比预计的多出来了两分钟时间 这两分钟怎么办 我们准备的所有的词 我们在台上讲的那些词 就只够那个时间 全部说完还有两分钟 怎么办 那就靠你主持人 我觉得这种所谓创作 这就是极端的了 就是这种极端创作 于是我在零点前 加了大概一分二十八秒的词 即兴的 一只眼睛盯着那个倒计时的钟表 这半拉响 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这半拉响 我这句话用什么样的语态去说 能够符合零点钟声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朋友们 还有两分钟时间 我们就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我相信 在即将过去的龙年里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许多点点滴滴堆积起来的 幸福快乐美好 当然也许还会有些许的 遗憾和不如意 不要紧 让我们抓紧时间 抓住这美好的除夕之际 整理心情 放飞梦想 让我们一同祈福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事业顺达 家庭和睦 身体健康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一起 带着一颗阳光 而又灿烂的心 去拥抱一个崭新 而明媚的春天 这个都是极端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刚才说没什么事 我挺高兴的 如果大家真能看出来说 你在那一段 你加词了吗 那就完蛋了 17年连续主持春晚 我想每年可能上春晚的心情 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的 您最激动的一次春晚的经历 会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上春晚 第一次 也会像所有第一次上春晚的人一样 那种激动 期待 兴奋 紧张 接到通知的时候 不确定 不相信 于是我排练的时候 我一直没给家里说 直到除夕那一天 下午四点 我都到化妆间了 我才给我的家人 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爸 今天我就回不去了 我明天会赶早班飞机回去 说怎么了 我说今天晚上你看电视 那个春晚上有我 我爸说你干嘛当观众啊 爸爸的想象很丰富 我说没有 我说我主持 他说真的 我说真的 他说那好 那我不影响你了 你好好准备吧 然后我就准备 准备完 等直播完了 我特别兴高采烈的 那时候因为觉得挺成功啊 我就给我爸打一电话 我说爸你看了吗 我爸说看了 我说怎么样啊 突然我发现电话那头 特别冷静的 发出了两个字 还行 这是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 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 直播现场 朋友们 过去的一年是团结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是自豪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是奋进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是欢乐的一年 在晚会开始之际 让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 台湾同胞 港澳同胞 海外侨胞 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 恭祝 新春快乐 牛年大吉 万事如意 谭美姐知道您上春晚的时候 她是什么心情呢 她应该知道的比较早吧 她知道的比较早 她在春晚前 就是我进入春晚倒计时的时候 她基本在家里不太搭理我 为什么 她就怕影响你 我那段时间在家里基本是空气 她们就没有人好像能够看到你一样 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在那忙忙碌碌 但是你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 她们都在帮你准备 你的衣服 小到一个领结 大到媳妇的外套 方方面面都在帮你准备 到差不多需要穿的时候 说你看这套行吗 你看这套行吗 到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她们也不叫我 就让我儿子叫我 就这几年我有孩子之后 爸爸吃饭 对儿子任何脾气都没有 要不然你可能正在那准备 准备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吃饭 你们先吃吧 你就会 所以她更多地在春晚前这些年 就是不说话不打扰 默默地为你做一些事 已经形成习惯了 对 形成习惯了 春晚回家 主持完回到家了 说来吃饭吧 刚下的饺子 因为他们算计 我差不多快回家的时候 把饺子下好 来吃饭吧 吃完饭 你要喝点酒吗 我说我不喝 你喝点吧 我说不喝 你在外边喝那么厉害 你在家也不喝 过年呢 喝点吧 我陪你喝点 我说好 喝点喝点 睡觉吧 睡觉吧 就是 这很平常 很平常 对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其实谭美姐 就朱军的太太谭美姐 上春晚比朱军大哥上得还早 人家算是 就早一年 人家那也算是春晚的元老和前辈 早两年 对 早两年 早一年 就早一年 早一年 她是春晚的舞蹈演员 对吧 当年 对 那个 赵立荣 赵立荣老师演那个 《如此包装》 大家都有印象吧 不是后边 后来有四个伴舞的 嗨 那个套舞对吧 套现在舞的那个 就头一个出来 那个嗨 那个就是他 大卫准备 开始 这是啥呀 跑什么嘛 上场 嗨 嗨 这都是唱平戏的 这都是给您包装 为您办舞的 这不搅和咯 放心吧 音乐 开始 我记得你们两个 还有个军会的照片 就是在那一年春晚 后台96年吧 当时您是作为家属 陪同参加的春晚是吗 对 就如此包装那一年 那是 哎呀 那个时候因为 就像我说的 正是在北京 还比较 还比较 艰难的那段时间 我到一个朋友家 我那朋友说 说那个 嫂子 直播 你也没什么事 你也没地儿去 上我们家喝酒去吧 这一喝就喝到了 十点多 十一点 我就给喝高了 我就觉得那天 我喝的有点多 从他们家出来 我说我走了 我从他们家出来 离台里也不远 晃晃晃晃晃 我就到台里了 到台里以后 挺奇怪的 直播的时候 一般 不会让没有证件的人 进入直播现场 我晃晃晃晃晃 我就进去了 一开始来一酒鬼 不敢来 你知道怕打起来 我进去以后 就他刚好 有一个舞蹈下来 下来我们在这个 就是在那个被播间 那个过道里 照了这么张相 看着不像喝多的样子 挺正常的 喝多了 那时候就口出狂言 照完相以后 告诉他 你等着 我总有一天 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但我没想到 就是第二年了 就梦想成真了 就站在舞台上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 朱军走过了一个男人的 黄金年华 而妻子谭梅 在背后始终如一地 默默付出 给了朱军 莫大的支持 风雨多年 两人的感情 却历久迷心 真真切切 2013年 朱军携 妻子谭梅 意外出现在 中央电视台 我要上春晚 节目现场 两人深情合唱一首 因为爱情 作为他们结婚 二十周年的 独特纪念 我还在爱着你 在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 不比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朱军与妻子谭梅 相识于兰州军区歌舞团 朱军当时是团里的相声演员 谭梅是舞蹈演员 幽默风趣的朱军 外形英俊 与温柔乖巧的谭梅 一见钟情 两人1993年结婚 到今年 已经携手走过二十年 每当提起妻子谭梅 朱军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 两个人结婚二十年 所以选这首歌呢 对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吧 就是我们俩相互陪伴着 一直到老 那是最大的让开 2012年 朱军曾经携谭梅一同来到北京卫视 两人共同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 你认识谭梅那一年谭梅有多大呢 十八嘛 我们一块下部队 下部队到新疆 因为到新疆呢 我们上街呢 要结伴而行 就是女同志出去 要有男同志相陪着 完了我就陪着他去 陪着他上街呢 他就给 一会儿给他妈买一东西 一会儿给他姐姐买一东西 我觉得这小孩挺懂事的 这时候呢 就真的是 也是聊闲聊 大着胆问 说你多大了呀 那我十八了 一算 正好 我二十四 他十八 差六岁 差六岁 这合适啊 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动心思了 但是我动心思就下手很快 我记得您刚才说过 说当年结婚的时候 你们是有决定的 就不花家里的一分钱 对啊 都是两个人的钱 对 实际上从这个照片呢 因为没有看到家具 这个小屋呢 基本上全是朱军自己做的 朱军老师给您也做过不少东西吧 做的多了 什么呀 什么衣服啊 裤子 裙子啊 包括鞋都做过 你不相信吧 我真不相信 这衣服是你做的 对 朱军设计 和谭梅在一起 让朱军心中充盈了幸福 在两个人组成的小家庭里 大到家具 小到服装上的一个蝴蝶结 朱军已经不记得自己做了多少东西 因为在当时三十岁的朱军心里 有着一个简单而执着的夙愿 那就是一定要亲手给妻子一个最好的家 一份最美的回忆 这才没一件很普通的衣服 对 我买了一个礼服裙 然后回家以后我就 怎么也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够隆重 这就是我沾的 对啊 那都已经沾上了 对 沾的 我们在现在有一些料 就能不能再给这件衣服天天采 让我们见识见识 朱军老师这个 材料有黑丝带 黄丝带和彩 红丝带 还有针线 对 这又叫考我的意思 我们现场出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杭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你看他盘这个丝带这几下 就说明是有想法的 朱军老师给谭美 什么时候做衣服做的是最多的 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你追她的时候做的最多 看这个花放在哪 就只能放在 其他地方都不好看 还弄针线 把这剪掉 来 大家看看 这装饰效果如何 来 全部看一下 把这针藏起来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得给朱军老师鼓鼓掌 我觉得您是个特别全台的男人 没有 她是一种生活乐趣 就是有桌子动动手啊 她特别好玩 所以从 就是那个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甜蜜吧 也真一线全山 就觉得 就到现在一说起这一顿 我觉得谭美脸上也是挂满的 洋溢的幸福 对 我们从大西北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如果没有两个人的共同的分担 很多东西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坚强 她在遇到真正的事的时候 按北京人说的 就女人比男人扛事 比如说我的父母这个离世 我就觉得这天都塌了 她就会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事应该怎么办 咱们应该去做什么 而不是只在这儿哭 哭有什么用啊 反正我觉得她是属于那种 在我有这个惰性的时候 人都有走得一病的时候 就觉得累了 我得歇歇了 我干嘛呀 她不 她就在边上跟你说 你这个节目最近怎么回事啊 然后就说 朱军 我觉得我有个想法挺好的 你咱们聊聊 我就说就烦我 你少说我的节目的事 您就这态度了 我讨厌不讨厌 睡觉 睡了 一觉醒来一琢磨说 她说的这个事有点道理 瞧瞧瞧 你说那事 我觉得她是经常会承担这样一个角色 二十年你们的回忆应该很多 现在两个人会聊过去吗 会 你们会聊到最多的话是聊到哪些片段 是你们在西北的还是说来北京的片段 来北京的可能更多一点 因为来北京的那一段是我们 大概相伴走过的比较艰苦的一段日子 刚开始那几年 西北呢 毕竟我们俩都是军人 又带一个团 那时候我级别也不低 工资也还挺高 甘肃电视台我还有一份职业 没来北京之前我在甘肃 也算一小红人 是吧 甘肃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你那时候已经过让小康的生活了 那时候真的小日子过得也挺好 没有那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 但到了北京之后就不一样了 北京之后你得去找房 你得去为一日三餐这个奔忙 然后事业上你还希望自己能够有所建树 对 所以方方面面的压力堆积在一起 那段日子应该说是比较难忘的 我们一年之内搬过好多次家 从这个地下室搬到那个地下室 然后好不容易露出地面 过没过几天又回去了 就属于这样 但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记忆都特别好 现在回忆起来特别甜蜜 我们在一块 因为洗衣服嘛 我也心疼他说那个又没有热水什么的 洗衣服不方便 我就买了一拨大的洗衣机 特别大 能装10公斤还是12公斤 那种大洗衣机 我们家现在还用着呢 用了多少年了 20年 质量真好 这品牌看来不错 现在还在用 特别好 大毛毯塞进去都能洗 可高兴了 就搬洗衣机回去 太高兴了 恨不得一晚上都不睡觉 看着这洗衣机 就我觉得那种快乐 是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再去体会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会 你比如说开车走到某一个地方 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我们俩会开车进去 在那看看一会儿 说那时候咱们就住在这儿啊 说住在这儿 一块回忆一段当年的往事 有两个好处 一个呢 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对 更大的好处 我是觉得 可以让自己的心 在瞬间就平静下来 什么这个不顺呢 那个不顺呢 这个抱怨啊 那个不好啊 那一瞬间都没有了 一看那房子说 你看那个露出办法那个 说那就是咱们住过的 说到那儿去 说那二楼那个小窗户 说那里头就六平米多一点 不到七平米 咱们在这儿住了将近一年 洗手间都没有 说是 但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现在这样的幸福生活 你还有什么抱怨的吗 所以我觉得有那段经历 其实挺幸福的 最后还是要从您书中 选取一段话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段话 能不能够最代表 您现阶段的一种心声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最后这段话 应该您自己来念 这是一段 内心感怀的一种话 好 这是我后继里的一段话 我知道在时代的洪流中 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创意 无论曾经到达什么高度 刚刚沾沾自喜 以为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候 发现除了终身成就奖 我还想要的更多 于是摔开了膀子 当自己还是那个在央视东门 等待机会的小伙子吧 好 谢谢大家 滚滚长江东是水 让花淘尽英雄 是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空 开发玉角 江珠上 开发玉角 江珠上 一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空